相信经常来我这里放松的朋友 大概也知道我是个喜欢下折腾的屌毛啦 偶尔我也会收到一些兄弟问关于改装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的 于是呢今天就来总结一下我自己的折腾经验 虽然算不上是很正规的教学 但也希望能给想玩玩 想折腾的你一点点帮助吧 其实就是最近没有称到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题材可以做了 就此一期吧 看之前且听我说两句 第一这个改装只涉及到电路还有食音器部分 关于情景啊 那群体这些部分其实我也不大熟就不误导别人了 第二中低端琴的改装 与其说是音色的提升 不如说是音色的改变 让你有不一样的家中体验 如果说你觉得488能够体验888的感觉 说真心话的兄弟你想啥呢 不少想改装的兄弟就在这个问题前面放弃了 如果说你仅仅是换个食音器 那直接拍原电路 1比1的换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先搞点新的玩法 那肯定要从相关的作品里面学习学习啊 那这些作品在哪里找呢 好问题 要学习这种高智能的玩法 肯定要找行业顶尖的大哥 比如说东京 比如说食音器的大佬 邓肯 当我们打开到了官网 在这个Results里面找到这个Wiring Diagram 我的英文是比较差你们听不懂也没关系 知道大概在哪个位置就行了啊 在这里面只要选择你想要的具体项目 需要的道具类型 点一个确认 邓肯就会给你几套行业标准级的玩法 只要你按着说明书一样画葫芦 不要说人了 你那条狗过来都会焊啊 这样你就可以和你的吉他进行深入的调教啦 少年 这时候肯定会有朋友问 但是我就不用邓肯的呀 我就喜欢Demazo的 或者说我是用其他品牌的食音器 那这个套路也能用吗 你只要清楚食音器上面 什么是零线火线还有地线 按照邓肯官网的电路图来接就行了 当然啦 在这些品牌的官网上面 你也可以在相应的食音器底下 找到对应的焊接图 这样改装路上的第一个难题你就解决啦 食音器的选择可以说是 电路改装里面最为关键的 就好像188388还是888 不同的价位体验是真的完全不一样的 就算同样是888的价位 但是不同的酒店 啊不对 不同的食音器 它们的体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像Demazo还有邓肯这些就不用多说了 如果你想一步到位享受非常标感性的体验 那选这种大牌就绝对没错了 像不同食音器它们的音色都是有视听的 甚至它们的频段 你都能够在上面找到相应的图表 大牌的食音器它牛逼还有省心的地方就在这里 还有就是它们的产品非常的稳定 能够保证不同个体之间音色差别非常少 这里就要穿插一个故事了 就是国内某些厂家它们做了食音器 同样的型号不同批次之间 它们的音色居然可以差别巨大 有可能听着蛮不错 也有可能听着非常的恶心 不同个体之间真的是跟开马安盒一样 我的天 当然了 如果说你确实是搞不来888的这种标准套餐 其实是388488甚至288的青春版 那你也要选择一些有口皆碑的品牌 比如说威尔金森BHGB还有特斯拉这些熟悉的二线品牌 这些大牌的中低端型食音器 其实也是这些品牌代工的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稳定一点 至于像清教徒或者老好这类 有一定知名度的国产食音器 我自己是没有用过的 这里就不发表意见了 不过它们主理员都是有账号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问问 了解一下也是不错的 其实我个人是真的不大推荐随意改动食音器的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某款食音器的音色 现在的大厂对中低端的产品 音色的把控其实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了 像我这把AP风 就是相当的不错 味道很正 也没有以前的AP风那么糊 其实不改的话也是完全OK的 至于为什么要在情景上面改一个P90 其实就是我想要情景的音色 稍微的清淡点 稍微有点单线圈的味道 即便这个只是一个30块钱的P90 但是它的音色取向和我想要的差不多 那也就这么糟吧 其实食音器还有非常多的学问 比如说什么材质啊 组织之类的 这个说起来就太复杂了 以后有机会的话就详细的讲一下吧 在电容和电位器的选择上面 我就比较随意了 牌子的话一般都是电容用私b 然后电位器用的是gm 反正我也不会买什么发烧电容 或者说发烧电位器的 其实这两个牌子也算是便宜好用了 如果说你不玩发烧电容电位器的话 就大概了解一下不同的参数 对应音色的变化就好咯 比如说电位器常用的参数就是 250k还有500k 500k的可以保留更多的高频 让音色听起来更轻量 250k的话就会学到更多的高频 让音色听起来更短 所以很多人会说 双食音器用500k 端食音器用250k 对我倒是觉得这一切 就要根据你想要的音色变化来选吧 没必要这么固化的去搭配 而AB电位器的差别就是 A代表的是指数变化 B代表的是直线变化 用图片来代表大概就是这样 我自己比较喜欢音量用B 然后音色用A 这个都是看个人的习惯了 毕竟有人喜欢欧美的 也有人喜欢日韩的对吧 电容的参数其实也差不多 常见的大概有0.015 0.022 0.033 还有0.047 4种 怎么没有0.01的呢 电容的数值越少 对高频的保留也就越多 这双线圈食音器用0.022的电容 单线圈用0.047的 这就是很常见的搭配了 当然这也并不是固定的 还是要根据你的喜好来 以前在G7上面看过有些老哥 给APH食音器加上0.047的电容 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不错的哦 这里再多逼一逼两句 以前的我其实挺喜欢油镜电容的 后来我自己对比了一下 发现我这也听不出来差别 然后就改用了更便宜的 实际这种橙色的电容了 大概是因为我以前都是用这种 比较便宜的苏联油镜电容 所以听起来感觉也差不多吧 反正我都是从耳杆出发 既然听不出来哪里好 那就用便宜的呗 还有这个切单电位器 我个人强烈推荐传统的那种提拉式的 不要买这种弹跳式的 像我这把百味就是用的弹跳电位 有时候抽抽插插几十回都没对种 它都插不进去我的天 还有其他的配件 比如说拨档啊音频输出口线材这些 我自己的话一般都会一起换的 毕竟也没有几个钱 如果说还没有老化出现杂音的话 其实你不换用者也是没问题的 而弦柳和琴桥这两个 我个人觉得其实预算宽裕的话 最好也换了 像我这把百味的弦柳 真的是因为太破旧了 本身也不是什么高档货 别印常会弹着弹着 就有点轻微的跑音 下回我得换一套带锁的GF弦柳才行 而琴桥换起来就比较玄学了 像我这把SQOE的 就是换了寒场GF的滚珠琴桥 给我的感觉就是 原因确实要比以前稍微好了一点点 不过就是琴桥的力柱不太好感 不但建议没有金键的朋友自己更换 当然了你也可以偷懒一下 就把这两个螺临上去 原来的力柱就不拿出来 感谢各位大哥看我哔哔哔哔了这么久 看到这里其实你们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我这些折腾其实都是非常低质量的 算是入门级的折腾吧 可能对改装中低端的琴 会带来一定的音色上的惊喜 但总体来说 其实你不折腾也是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 我自己折腾的初衷 真的并不是说 冲着把这把琴的音色 提升到多少元的档次 一个是确实不大喜欢这把琴 现在的音色风格 又花不起钱去买新琴 于是就开始瞎折腾了 另外一个大概就是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动手折腾的人吧 反正能够在这上面找到 属于自己的快乐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 反正我自己心里明白 我想要得到更好的音色 最好又最快的方法 那就是好好赚钱 一步到会把好情买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还有商联哦 我会持续更新各种相关的视频 拜拜